34. 山頭日報 下深鐵路聯絡線山頭段建設加快推進目前已完成總徵地面積近一半 梅喀河特大橋莊基完成50斤 2015年7月27日邀聞01毅潘生本報信 記者毅潘生 廣梅山鐵路增建議線及下深鐵路進山頭聯絡線 現時完善越東高鐵網絡振興越東經濟發展的省是重點項目之一 在省委、省政府以及中國鐵路總公司的高度重視下 以及省籍各有關部門及廣鐵集團的大力支持下 目前工程順利推進 截至目前 曾建議線山頭段可施工路段長約6公里 郊地約90畝 接近總徵地面積的一半 拆遷房屋面積5000平方米 梅喀河特大橋莊基完成50斤 山頭北區段站及區間路路基處理加快推進 據介紹 廣梅山鐵路增建議線及下深鐵路進山頭聯絡線 山頭段長11.3公里 位於龍湖區客區內 全線採用高價方案建設 總投資約12億元 需徵收土地186畝 其中農村集體土地面積計約132畝 各類建築物拆遷總面積約10.2萬平方米 涉及3個街道15個村居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該項目的建設 今年來 市黨政主要領導多次大隊督察司工現場 對項目推進提出了具體意見和要求 我市各級各有關單位 尤其是單附政策工作主體責任的龍湖區政府 按照時間節點要求 攻堅黑難 現場辦公 及時溝通銜接工作任務 將問題解決在一線 堅決完成任務並力爭提前 我市建立完善工程建設協調推進機制 市級協調會員則每月一次 由市分管領導主持朝開 我五月部署並檢查相關工作 在督察督辦方面 隨市委市政府兩辦督察室 以及市法改稽查辦案期督察外 市效能辦還專門就項目出台督察方案 目前 已完成了用地報批 政策總包幹框架協議 以及跨普剛勞變更建設協議的簽訂工作 解決了資金到位 提前交付用地和臨時用地等問題